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同樣地都是和Facebook這家科技巨企有關 第一宗消息就是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 竟然間用一些荒誕的理由 禁止了特朗普總統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的權限 按他的聲稱 這個停權最少會有兩個星期 直至到和平交接完成為止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 WhatsApp竟然間私自改變了私隱條款 而且還要強迫用戶接受 這個改變私隱條款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逼令WhatsApp的用戶 和Facebook來分享他們的個人資料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 到底朱克伯格是用了什麼原因 來禁止特朗普發言 朱克伯格聲稱 過去多年 准許特朗普在符合公司政策下 使用他們旗下的社交平台 當特朗普有違反這些政策的時候 就會刪除他的內容 或者在內容上加上提醒標籤 他們說這樣做是因為相信公眾有權接收 盡可能廣泛的政治演說 包括了一些有爭議的說法 但目前現在的情況已經徹底不同了 涉及使用他們的平台 來煽動對民選政府的暴力動亂 他還說到認為在這個期間 繼續准許特朗普使用他們的平台 風險實在太大了 因此他們將會無限期延長 凍結特朗普 Facebook和Instagram帳戶的權限 至少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之內 直至權力和平過渡完成為止 實情這一篇聲明相當之惡毒 首先來說 他們將國會大樓所發生的 動亂事件就是入了特朗普數 就是歸咎於特朗普一個人身上 但事實上 特朗普只不過是呼籲民眾 叫他們去到國會外邊的空地聚集 這是和平示威活動 是全球都有直播 直到特朗普完成整個演說之後 他上車離開 根本上都沒有發生過任何動亂事件 之後有任何事件發生 這就不是特朗普控制範圍之內的事情 你就不能夠將後續事件 你又入了他的數 完全沒有作出任何指示 或者煽動民眾 來衝進國會大樓 如果你們這些主流媒體和科技巨企 是要老屈特朗普的話 其實都應該提供一個比較有邏輯的說法 現在你們就說他要對民選政府有一個暴力動亂 就是要破壞認證程序 諸如此類的說法 實際上大家都有眼見 那些憤怒的民眾衝進了國會之後 他們在裡面做了什麼呢 無非就是在打卡拍照 最多就是整爛了幾塊玻璃 當然你可以譴責他們的行為 問題就是 你不能夠將這個行為歸咎在特朗普身上 如果特朗普真的想借助民眾的力量 來干擾你國會聯席會議的認證程序 那些民眾就不只是搞四個小時那麼少 更何況就是 在這個國會大樓的示威活動發生了之後 特朗普總統馬上就在Facebook和Twitter上 緊急地拍了一條短片放上網 呼籲他的支持者 要和平地散去 和靜靜地回家 他就已經是作出了一個呼籲 之不過這條片就被Twitter刪除了 他作出這些和平呼籲的時候 竟然整個主流媒體是沒有報導的 他們是不說這件事的 因為這條片都刪除了 變成好像死無對證一樣 但事實上這條片是存在過 特朗普是作出過這個呼籲的 我們昨天也有提過 特朗普也呼籲那些憤怒的民眾回家 特朗普就對著他們說 說他們是很特別的 也理解得到他們的情緒 就是安撫的說話 這些是不說的 主流媒體不說 科技巨企不說 一味就把這件事歸咎到他身上 然後就借頭借路 把他禁言 停止他的權限 不僅是Facebook Instagram也停止 差在未停你的WhatsApp 因為三個平台都是你Facebook旗下 至於這個朱克伯格 在向員工發出的內部電郵提到 政治人物應該以身作則 將國家擺在第一位 他們的平台就會以緊急事態來看待 國會大樓這個事件 實際他說這番話就認真諷刺了 特朗普總統正正就是把美國放在第一位 如果不是 怎麼會有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句口號呢 如果不是 怎麼會有美國優先這個政策呢 正正就是他把美國放在第一位 而這個美國是說美國人民 而不是美國的科技企業 或者是美國的主流媒體 他已經是把他在2016年的時候 所寫下來的政綱完成了八成以上 這個連主流媒體也有認證的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一個總統勞心勞力 正正就是把國家放在第一位 做了四年的時間 有沒有收取過美國一分一毫的酬勞 他做總統 是沒有 是不是 他作為一個這樣的總統 有二十多億的美元身家 其實做之前 16年前有三十多億 其實已經側面證明得到 他是沒有借助著 總統的職位 來以權謀私 來中飽私囊 他根本上就是一個清廉的總統 勃心勃命為你做事 然後你還歸咎 他說他沒有把國家放在第一位 這些完全是荒誕的說法 至於Twitter方面 都是離譜的了 他們主動刪除了特朗普有三條貼文 然後又凍結了他的Twitter帳戶 至少十二個小時 同時又警告他 如果再持續違反Twitter的規則 就會永久凍結他的帳戶 被Twitter刪除的其中一條貼文 我們剛才有說過 就是特朗普所拍的一條短片 就是呼籲他的支持者回家 Twitter就把這條片刪除了 然後那些主流媒體 完全就不引述有這條片的存在 大家說 這些科技巨企和主流媒體之間 究竟有沒有夾定 我不知道 我沒有證據 但難免會令人有這樣的聯想 是不是屢應外嚇 還是怎樣 實際上特朗普總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無非是因為科技的霸權在作誰 因為特朗普總統很想廢除這個通訊規範法的第230條 就是不想讓他們有一把保護傘 然後他們在這把保護傘之下 完全是濫用了權力 現在正正正在濫用權力 連現任總統都可以禁止他發言 是剝奪了他的言論自由 這是剝奪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你有什麼可能不讓總統發言 當然 有些人可以爭論 你不用Facebook 可以用MeV 可以用其他東西 問題就是 Facebook始終都是全球最多人的平台 你不讓他用的時候 你已經剝奪了他向這班人發言的權利 是不是 所以根本上這些科技巨企就是有仇報仇的意思 然後特朗普總統在任那四年 就是影響了他們的既得利益 有些科技巨企根本恨了很久 就是要打入中國市場 內何的就是 但是自從特朗普總統上任以來 他就跟中國開始交互了 搞到中美關係慢慢惡化了 所以他們的大計就落空了 但是這些科技巨企不是沒有錢賺的 他們依舊都是賺大錢的 只不過 就是賺少了一個市場 都不滿意的 都要把所有責任 歸咎在特朗普一個人身上 你說這些是不是科技霸權 實情特朗普今天就變成了一個受害者 某程度上都可以說是 因為他就算想為自己發聲也做不到 但是這個不是終結 今天這些科技巨企可以利用他們的霸權地位 來針對特朗普 他知道他一樣可以用同樣的手段 來對付其他異見人士 所以那些燈粉也好 或者是不妥特朗普的人也好 你不要因為現在這個結果 就覺得非常高興 興高采烈 他招軍體也相同 他們千萬要記住這件事才好 今天用得來對付特朗普的招數 他招一樣可以對付其他人 接下來就講一下另一宗消息 就是大家如果打開Whatsapp的時候 應該就會有一個pop up window 有一個窗口彈出來 裡面就會告訴你Whatsapp 修改了他們的私隱條款 實情下面只有一個按鈕 只有Agree 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怎麼辦 你可以彈走apps 或者在窗口 有一個交叉可以按走 但是這個交叉到2月8日之後就沒有了 其實你一定要同意這個條款 其實修改了什麼呢 主要他們列出了三大修訂方向 第一 就是列舉了Whatsapp 會怎樣來處理大家的個人資料 第二 就是企業會怎樣來利用Facebook提供服務 儲存 以及管理Whatsapp的對話內容和紀錄 即是Facebook已經是無形之手插進去 第三 就是Whatsapp會怎樣跟母公司Facebook合作 提供高度整合的Facebook產品給Whatsapp的用戶 總之告訴大家 大家的個人資料一定要跟Facebook分享 因為Facebook會獲取大家的對話紀錄 因為要由Facebook來處存 他搞這麼多東西為什麼呢 無非就是要把大家的個人資料拿了之後 然後就作他的商業目的 什麼商業目的呢 就是無非也是賣廣告賣他的產品 令到他的商業得益能夠提升 犧牲了他是什麼呢 就是用戶個人私隱 原來這幾個平台背後會整合 你不同意他的條款就不行 這些是不是科技霸權 是不是要調查一下 究竟他有沒有違反反壟斷法 當然美國已經有很多個州 入稟了法院 控訴Facebook 但到現在還沒有下文 只不過Facebook已經更進一步 說要獲取大家的私隱 獲取大家的對話內容 諸如此類的事情 當然有些人就會說 你不用WhatsApp就可以了 說這些是廢話的 為什麼呢 當整個社會有九成九的人 都有用WhatsApp作為即時通訊工具的時候 難道你去轉嗎 你轉的話 你要大家一起轉才行 你轉別人不轉 那你怎麼跟別人溝通呢 別人都沒有安裝其他Apps 只是安裝WhatsApp 因為這個已經到了一個 差不多壟斷的地步 你說是不是大部分的人 大簽署是可以的 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實際上可不可行呢 你叫得動的人才算 你叫不動的時候 你就要被迫用WhatsApp Facebook和WhatsApp正正利用著這一點 就是人的惰性 於是他現在就為所欲為了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